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锁定12月1号的 Heat FM呛新闻 我是刘兹林 北部花东请锁定FM107.7 中部请锁定FM91.5 南部FM90.1 宜兰FM97.1 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 那其实呢 在选举过完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也开始 在决定呢 在跨年的这个时间 要开始进行一些 比较岁末年终的活动 那今天呢 现场我们就非常荣幸 请到这位呢 是十亿多媒体 展演活动部的总监 王华伟Ashley Ashley早安 早安 智琳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岁末年终 其实也观察到了 因为今年疫情 从五月份开始到十月份 加上还有选举年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 比较不敢出门之外 可能在这个 艺文活动上面参与的 也不如往年的多 但其实今年我们还是有非常多 有趣的活动跟展演 要跟大家来分享 是不是有观察到 今年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现象 因为其实 可以说前两年 因为疫情关系 大家都很辛苦 那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实体的展览 因为像我们办这种展览 其实大家都需要 进度到展场 然后去亲身体验 跟感受这个展场的氛围 所以其实前两年 因为疫情关系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从今年底开始 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的展览也会越来越多 那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展场来看展 走进展场 其实可以亲身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氛围 那我觉得也是以前 大家在台湾 不管是休闲假日 或是亲子活动的首选 那其实这一次呢 在很多的机关学校方面呢 他们也会选择一些 对小朋友比较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所以这一次请到Ashley来谈的这一位呢 是Tim Burton 我们的提姆波顿导演 那这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异想世界展 我跟他讲一下这个展期 其实从10月20会一直到2023年的3月5号 其实展期非常的长 这次在计划上面 为什么会10月份来到台湾 然后这个预期的展期有哪一些内容 然后为什么又选择提姆波顿这个导演 因为提姆波顿他这个展 就是The War of Tim Burton 他其实是已经在世界巡回很久了 那所以他是一个在国际上的巡回展 那我们这次展期其实比较早开始 也是因为他 我们的前一展是韩国首尔 那首尔他在9月底结束 那他结束以后 我们就是直接把他整套搬来台湾 所以我们衔接的时间就比较早 我们在10月就开展 所以当然国外也同意我们 就是把展期延长 然后到就是大家农历年后啊 我们可以到3月 所以到展期到3月5号才结束 时间也比较长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对 嗯其实过去大家对导演是蛮熟悉的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大家很喜欢有几部戏 包含了这个爱德华剪刀手 会在电影台一直重播 那后来又长大一点 大家比较讨论的 比如说巧克力工厂等等 有一些奇幻的角色 是不是在选择上 当初我们觉得这个展览 特别的有意义或是丰富有趣 是希望传达给一些乐听人什么样的讯息 哦因为Tim Burton他其实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他的电影 就是他是一位导演 但他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始 就是对于艺术是很喜欢的 所以他其实创作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导演 是个艺术家 然后甚至可以说他是个诗人 因为他其实也写不少文字 他还有出诗集 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其实在我好几年前 就是接触到他有这个巡回展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想把他带来台湾 那所以其实这个展 大家现在看到 但我们其实谈了四年 四年 对我们从四年前 对对对 从四年前开始谈 然后后面中间又接 因为疫情所以又延后 所以他其实前前后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那我当初看到展品的时候 他的量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他有很多的手稿 就是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影以外 他有很多他从 从可能他小时候开始接触 然后他开始创作的整个历程 然后就是 我做展览十几年 就是他的这次的展览 他有五百多件作品 是我们遇过 就是最多展见的作品 的展览 所以他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内容也很完善 那再来是提姆波顿 他的风格很强烈 所以我自己本身小时候也很喜欢 提姆波顿 但长大也还是喜欢 就是我小时候从圣诞夜惊魂 然后后来他的电影 然后我很喜欢大志落鱼 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大志落鱼超棒 对 然后巧克力冒险工厂也是 所以就是经历这些成长 我觉得他其实是陪伴很多人成长 甚至是因为他的风格很强烈 而且他带着一些就是 他自己有点像是边缘人的角色 就是不被了解的人可以从他的创作或是从他的作品内容去得到抒发 或是得到被理解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本身内容的丰富度跟他的意义其实都是很深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期望 然后以及在其实疫情状况下 比较辛苦的状况下 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个展带过来 我觉得刚刚其实总监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人都需要被了解 那在过去Tim Burton的创作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色 大家可能觉得他不管是行为举止怪异 或是长得奇形怪状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他一直要传达给他的电影的观众的 那当然在艺术创作过程当中 我觉得艺术的生成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不为人知 所以有机会可以看到他这个从小到大的包含手稿以及画件 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刚刚总监也提到说五百多件的作品 我很好奇的是 这次我们怎么去规划展览的形式 因为过去其实在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在看展的时候 有时候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可能他们就可能会选择一些 比较下午的时间 好走走看看一两个小时 那这次既然有五百多件 你会怎么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去 来导览这个展览呢 首先我觉得要留长一点的时间 对大概现在平均大概观展的时间 以这个展来说大概两个小时 对所以其实大家希望大家就是在留 首先如果要看这个展 我们留长一点的时间来慢慢慢慢仔细的观看 不然就会很可惜 因为你就是应该要把每一件作品都仔细的看过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租借语音导览 对所以在语音导览的带领之下 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这些作品的背后的故事 那或者是你可以先稍微温习一下 但我其实比较不会要求大家要先做功课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要抱这么大的压力来看展 对就好像要先把电影全部都看过一遍 不用不用不用 对就是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 然后好好享受这个展 进到这个展场里面 我们在展场的规划上 其实也会带着一点提姆波顿的风格 那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色调 然后跟不同的展场设计 所以一直以来十一座展览 我们在展场设计上都会希望大家一走进展场 就好像走进这个艺术家的世界 对你会走进提姆波顿的世界 然后从他的早期的作品开始 开始一路的看下去 对所以时间留长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听语音导览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导览手册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展览 好预留多一点的时间 深入了解作品 那刚刚其实呢 总监也有提到说 会有非常多不同色调的区块 所以这一次我听说会分为 十大展区 来分类它五百件的原创作品 那其中还包含了绘画 素描跟摄影底片 以及刚刚提到的手稿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这个创作轨迹 你们这个十大展区 大概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分类 是本来主办单位就已经 帮我们分好了吗 还是你们后来也有在经过整理 大致上是国外的 因为它是一个本身的巡回展嘛 所以它其实展区是大致上分好的 但是因为提姆波顿它本人 就是我们它每到一个城市 它本人都会兼修这个展 对 所以它会想要有一些它的想法 跟想要增加的东西 然后像在这次台北 其实它的工作桌 也是额外增加的 对 那那个我们的策展人 国外策展人就说 他就是反正他在忙 我们在拍电影 我们就把工作桌搬了 对所以现场它的工作桌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连最新的那个 就是他要做星期三的 这个影集的一些文字啊 一些图片都有在上面 是 好 其实提姆波顿的这个展览 非常丰富 那刚刚提到有十大展区 究竟展区还有哪一些丰富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我们待会就讲十大展区 展区的内容 对对对对 因为真的十大展区很多 很多对 怎么可以这么多 它就是内容超多 多到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 还没没办法展出来 就它影片也很多 我没有办法再展它 影片如果一个放 可能就看不完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也可以讨论说 就是跟小影展搭配 我不知道华山 有没有这样子的配套 或者是 我们其实有谈 但是因为它大部分的作品 其实早期的都已经没有版权 就是对 就是都已经没办法 然后我们其实是有做电影放映 就是免费的在公开 就是在中任健康那边做放映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有搭配七场电影来做 那时候还是有一些观众来看 对不对 满多的满多的 其实满受欢迎的 所以但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很多场结束 所以大概我们会提到一个12月9号 还有魔镜梦游的电影 啊OK 还不错 那就是比较近期的 对对对对 嗯 但之前 展览 那这一次呢 是提姆波顿的异想世界展 刚刚呢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理解到Tim Burton这次由 十大展区来分类他500件作品 好 究竟十大展区有哪些呢 Ashley 哦 十大展区其实 很 就很多 真的很多 对真的很多 所以他其实 大致上依照他的年代 或是创作历程来分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走进展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提姆波顿的工作桌 就是你可以知道 他创作是用什么样的桌子 然后他桌子上 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他有小哥吉拉 然后有一些雕塑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他的手稿啊 跟他的一些图片 而且这是台湾 就是比较独家的 对比较独家 独家才能看到的 然后再来你就会进入到 他是一个旅途中的 漫享水潭 他其实 我觉得这一句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有 我们有一大面墙 满满的都是餐巾纸 为什么是餐巾纸呢 因为提姆波顿 他其实就是环游世界 到处去拍电影或什么的 所以他在世界各地的时候 他都会在找一个 就是酒吧 或者是餐厅坐下来 然后他随时都有灵感 会东西 他就会画在餐巾纸上 对 然后那些餐巾纸上 餐巾纸其实就有被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这次 光餐巾纸就有 九十几件吧 对 哇可是餐巾纸是 很难保存的一个物品 对 不然很湿度啊 或者是运送过程当中 对又很薄 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问过 就是他国外工作室的人 说怎么 餐巾纸是怎么留下来 是 我就说难道他自己 就是画完以后 他会把它收起来吗 他就说没有 就是我们跟他开会的时候 他每次画完 我们就默默地把它收走 好像工作人 工作人在收集 对工作人就把它收走 把它收走 所以就是把 把他一些就是 随手的创作留下来 然后我觉得餐巾纸也很有趣 他有些 就是例如说 沾到咖啡纸啊 或是运缆的 然后他就依照那个运缆的状况 再去画 再去发想 对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有很多的 创作灵感 他都是这样随手画下来的 好我要问一个 比较实物的问题 因为既然我们承接这个展览 那里面有餐巾纸 我们要怎么进行保险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对保险 基本上他这些东西 其实都表框好了 对 所以他本来就表好 所以是以就是 呃 作品 展览作品的方式来做保险 对对对 所以保险这块是还好啦 就是国外会提供 他们的每个清单 每一件作品的价值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保险 那就对你们来说 相对负担比较小一点 对对 可是餐巾真的是一个 很有趣的物件 欢迎大家就是真的到 展场的现场呢 来看一些 他当下发想的一些想法 对对 然后再来下一区是回到过去 那回到过去 其实就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那像这一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有一件作品比较特别 就是他才14岁的时候 他就画了一个插画故事书 哦14岁的时候 对对 而且他画完以后 他就是觉得这件作品很棒 他就把它寄给迪士尼 他写了一封信给迪士尼 那那封信也 也在这个展场里面看到 是原稿的 是原稿 然后以及迪士尼给他的回信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展场里面看到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可以感受到他 他为了创作 然后做了很多努力 以及他就是真的很有才华 所以在那么年轻的时候 可以做出很多 很多就是很独特的作品 对对对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他的 呃 他喜欢创作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 对 但这些怪物其实都是 呃 我觉得都是真的像刚刚之前聊的 就是他其实是带着善意跟善良的 对 就只是不被了解的的边缘 但不代表他其实是可怕的怪物 嗯 其实在策展过程当中 我想问Ashley 在这个过去 不管是电影 或者是作品插画里面的怪物 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 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嗯 怪物来说 我自己 因为我很喜欢圣诞夜惊魂嘛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捷克 嗯 对 就是南瓜 南瓜王捷克 是 对 我觉得那一部电影 因为整个的氛围跟 跟他的音乐 我那时候都 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很着迷 那那时候你大概几岁 哦 那时候大概几岁哦 可能国小吧 还是国族 因为我好奇的是 因为其实一般人接触到 庭姆波段 因为他算是怪奇导演 他不是一般就是迪士尼那种 梦幻的公主风格 对 然后你又是女生 为什么会在小时候就觉得 圣诞夜惊魂很吸引你 我应该是说 因为我有两个姐姐 然后我姐姐很喜欢圣诞夜惊魂 她那时候可能已经过中了 对 然后她喜欢 然后就是 然后妹妹就是会跟着姐姐一起喜欢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他这些东西好好有趣 然后 然后 呃 就是就是很着迷 对 有点 因为带着崇拜的姐姐 然后又 又看了 对 又看了这些作品 然后就会很喜欢 对 然后在长大以后 其实 大致落于是我 看了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电影 我觉得他那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以及 那个整个 整个画面跟美术感 其实是很强的 对 那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没有很大吧 应该也是大学左右 可是我觉得大学看 大致落于是一个蛮好的年纪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 疏离的亲子关系 对 然后如何在这个 爸爸最后的时间 然后在病塌前面 讲了一个故事 虽然他是非常的就是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对 是完全不相信的 然后他用画面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最后最感人的是 他讲的这些 可是后来那些人 虽然不是长是故事那样子 但是都印证了他讲的事情 没错没错 就好像这是真 就是他儿子也忽然觉得 欸这个搞不好是真的 对 然后最后爸爸变成一个人鱼 这样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作品 大家都可以再回头去看 爱德华剪刀手也很值得看 所以其实这些作品我觉得大家都 仔细的去观赏 然后去了解他背后的意义 都是在不同年龄层 就是不同的时期去看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对 所以大朋友小朋友 都蛮适合这个展览的 对不对 那其实在小朋友方面 我觉得可能在接触 因为过去 我觉得他也蛮有趣的 他每一部电影 或者是创造出来的故事 都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小朋友去 可能也有一些周边的一些效应 可以看得到 有有 我们其实是有 就是在展览最后是有一个商店区 所以会有一些周边商品 那因为这个展览的内容 其实很多东西是大家在外面看不到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商品 也会有很多的独特性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呃来看展的时候可以带一些回去 因为这个是除了展览以外的商品 你在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发展出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让小朋友或大朋友带回家 呃 比如说我们有 文具吗 文具有 然后像小灯箱 小夜灯 小灯箱 对 或者是小画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无框画带回家 或者是我们有那个 呃3D的 的 应该算是海报 然后也可以表框变成画的概念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 怪物啊变成立体的 哈哈哈 所以这个 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一次在看展过程当中 相信会很丰富 我也有听过说 呃有很多人不只去了一次 对 那我好奇的是 就Ashley其实虽然这个展办有点早 然后大家可能之前是因为 呃选举的氛围比较紧张 所以比较忽略了 但是 有没有一些feedback让你觉得说 诶其实这个展 诶我们办了很有意义 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给你的回馈是觉得 哇这个展其实 还可以未来再让更多的人知道 嗯 我们其实呃 陆陆续续 因为我们其实有做问卷 都会有收到一些反馈 那大家其实 呃最多的就是说 觉得很丰富 就觉得很棒 就是很物超所值 就是来看展览 而且会 会有很多人说他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看到这么 这么指挥票价的展览了 对 因为其实现在展览的 的类型很多啦 那 艺术展其实越来越少 那以我们这一次这么丰富的 的作品量 然后以及就是规划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 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丰富度非常非常强的 以这几年来说的展览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展览 那以及就是 其实也有一些人会说 他们看得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是那个 就是刚提到的像是 所谓边缘人的一些被理解 嗯 他会觉得他好像 被理解了 然后 提姆波顿就是把这样子的角色 边缘的角色把它 拉上台面变成了主角 对 然后以及让大家知道 其实有时候 呃 其他正常人才是更可怕的 哈哈哈 对 他们这些就是被了解的怪物 其实才是充满了 对 我觉得每次看大之肉油 每次会狂哭 真的哦 真的 我刚刚就觉得你感动 对我刚刚觉得我快要哭出来 太可怕了 不能再讲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嗯 大之肉油真的很好看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民众最喜欢的 就是可能第一还是圣诞夜惊魂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巧克力冒险工厂 对 因为这两真的比较红 对 他对小朋友的门槛比较低 对 年轻人也比较知道 嗯 好像年轻人现在也不知道大之肉油 对 他们不会看 这种艺术型的电影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但他们对于奇怪的这种东西 接受度很高 对 嗯 我们可以讲 等一下可以先讲那个 节庆 节庆 好 对 Holidays 因为12月要圣诞节了 没错 对 回到Heaven Town新闻 我是刘芝琳 诶12月的开始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 想说圣诞节要怎么过 那过去我记得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应景的电影 然后就在这个档期上映 那也会引起大家一些讨论啊 那过去我了解的是 其实Tim Burton圣诞夜惊魂就是一个 Christmas的作品 没错 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 那我也看到每年圣诞节 也有很多这个周边还是会贩卖他的商品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对于他的这个小物 特别的喜欢 所以圣诞节的布置也会有他的踪迹 那这次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节庆 Holiday的影子在Tim Burton的展出作品里 对 因为就是Holiday对于Tim Burton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其实出生在就是加州的一个小镇 那所以他成长的环境下 那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地方 那每次只有到节庆的时候 才会就是整个整个小镇都活络起来 对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很喜欢节日的人 所以他很多创作会有一些跟节庆有关 就像刚刚提到圣诞夜惊魂 他其实是结合了圣诞节跟万圣节的一个作品 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展场里面 我们其实有一个展区是专门针对节庆的 所以那是以圣诞节为主 所以里面就是包含了像是圣诞夜惊魂 或是他其他的一些作品 其实都有在这一区里面 然后他还有我们有一个圣诞小屋 对 就是里面有个圣诞树 然后又发出音乐 所以对 但是你再把头往里面看一点 那个窗里面就会有那个 就是死掉的 的小怪物 他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会有一些反差 就是一开始好像很温馨 但事实上里面有一些现实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 就是很有趣 对 所以这个 这个节庆的部分也 也非常特殊 然后我们其实也针对圣诞节的时候 有做一些活动 对 然后我们会邀请大家来交换礼物 哦 对我们在展场会有一个圣诞树 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你的礼物来 然后带一个礼物走 诶好 好特别哦 这样听一听就好想去 可以换什么走 不知道会换到什么 对 因为可能会拿到前一个民众的 或者是前面几个民众拿到是我们准备的礼物 哦 对 所以会很有趣 哦 所以听起来真的很惊喜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年龄层如何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过爱德华剪刀的时候 其实也蛮有趣的哦 他在尾端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圣诞节的场景 对 对然后他就是当初诶就是在那个圣诞树上面 然后有有电流的这个问题 对 好不要破梗了 然后要被这个观众投诉 所以其实很多节庆元素在Tim Burton的作品跟内容上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细细品味 那尤其是我也发现电影台每次在圣诞节前后 都会再次重播他的作品 所以如果说要去看展 诶又觉得要复习一下 诶这个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关心一下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线上平台 你可以再次温故知新 就了解一下说当初创作的这个感受跟一些人物 那刚刚讲这些小怪物 我觉得其实幽默跟恐怖有时候很难并存 但是你可以在Tim Burton的作品里面看到 比如说刚刚Ashley讲到这个 温馨的小屋里面有这个死掉的小怪物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恐怖片 其实不恐怖耶 我觉得这是他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因为他从小他其实很喜欢恐怖电影 然后但是他又带有很多幽默感 所以他里面 我觉得他恐怖电影里面的恐怖的角色 其实真的都不恐怖 对然后或者是像是说 阴间大法师 其实阴间大法师根本就 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调皮的 好的鬼这样子 对所以他其实是帮助了 反而是那家阴间大法师的内容 有点像是有一对夫妻鬼 但他们是善良的 然后是住在那个房子里的那家人才是坏的 所以阴间大法师在帮助他们来对抗那家人 对所以他角色其实会有点反过来 就是你以为他们是可怕的人 但他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对其实可怕的是正常人 人比鬼更可怕 对人比鬼更可怕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有趣的点 然后我觉得像这个展览啊 其实里面有很多他的手稿 手稿里面有一些会带一些文字 可以细细的去看那文字 我觉得都很有趣 就带着一些幽默感 然后或者是他说 他们喜欢什么牵着彼此的手 然后但是他的作品是两个手是断掉的 两个人拿着 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有趣的点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很仔细的看 你可以仔细的去看那些小的文字 他都他亲笔写的文字 这些都很有趣 对 因为其实最近他新的作品好像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也有在一些放映的场次 是不是也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说 其实Tim Burton有一些近期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我们我们其实在在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是有规划就是放映放映会 就是电影放映 然后我们挑了七部 就是大家票选最喜欢Tim Burton的作品 那所以到12月的时候 我们12月9号还有《魔镜梦游》的电影放映 那电影放映这个蛮有趣的就是 你可以看完展 然后晚上留下来在中央 就是在中央健康的中央通廊 然后我们是露天电影 也不算露天啦 就是在那样子的放映场合然后来看 然后是戴着耳机来看的 哦所以就不会被打扰 但是有大一幕的感受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 对对对 那这些活动下来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不止去一次 因为很多的角色 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发现其实在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因为最近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多元啊 性别的议题都是比较开放 而且都是走出这个室内 就是在户外举办一些活动 那很早以前我觉得在二三十年前 它是一个比较隐晦的议题 然后要透过艺术的创作传达一些它的理念 那我觉得Tim Burton 他好像对于这个他 不管是人字旁或者是女字旁 或者是动物的他 或者是不一样属性的他 都有一些特别的解读 那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可以 分享给听众朋友说 其实在各种表现上 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事物的本质 过去都是流于表面啦 可是Tim Burton会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对 他其实在创作的部分 他其实没有特别去限制 他可能是什么样的性别 或者他是怪物还是人 所以他其实很喜欢 把各种元素集合在一起 然后去创作他的特殊的角色 那其中里面有 我记得有一个作品 就是他会说就是 就是 有些creature 就是有一些生物 他会在受到害怕或是恐惧的时候 去集结其他的小生物 变成一个大的 大的生物 然后就是来来把对方击退 对 所以他 他就是有一个这样这一句 然后下一个就是他拼凑起来 成为一个大的怪物 所以他其实在创作上 他就会结合不同不同的元素 然后把自己再变强大起来 所以他的怪物我觉得他的元素可能是 理念可能会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 一些小手稿 然后跟小的地方 也许大家不会注意到 但是 你在每次细看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他的 他的想法 对 Acheline本身自己看了几次这个展览 你自己有算过吗 对 前前后后 我 数不清吧 数不清 所以每次去你都会觉得有一些新的东西 对 就是会不同仔细看 那因为我们等于是 规划的人 所以我在前期的时候 光看那些作品 就是你已经看到那些图片 看了好几百次 或甚至是千次 然后我们去挑宣传的 要用什么样的图片 那等到他当下真的来了 你打开箱子 看到那个真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感动 对 这就是我们做这一行最大的魅力 我觉得 是 因为刚刚就是Acheline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眼睛都在发光 实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 最后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还要继续讨论的是 其实现场还有很多拍立德作品 我觉得这也是最近大家 对于这个小物件 还有展出的形式 跟艺术作品的 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那稍后回来 我们有更精彩的讨论 其实过去在艺术展览很少人会觉得把这种东西拿上台面 可是现在好像对于艺术家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拍立德 好像是一个他过去的轨迹或是象征 对 然后他自己喜欢玩 那我们现场拍立德超大张的 其实我觉得他拍立德看起来很奇怪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就是他就是会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嗯 对 所以就是蛮特别的 你无法解读他是什么 对不对 对 嗯 他就是说他是在拍电影的空峡 可能拿一些道具或是什么的 嗯 的乱拍这样 雕塑部分其实刚刚没有特别 啊好啊 我们 就是电影区里面有很多 哦电影区 小的 小的那个 好 我们来讲一下 讲这两段 对 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呼应一下 嗯 再呼应一下时间跟地点 好 对 好 好 回到heat band 呛新闻 我是刘姿林 今天在线上呢 跟大家要一起讨论的是 提姆波顿的异想世界展 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些展区特殊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要请Ashley来讲一下 说其实刚刚有提到拍立德 那事实上在电影部分 好像也有一些立体的雕塑 可以供大家来欣赏 对 我们这次十大展区里面 其实最大缺就是他电影这一区 所以他电影之录里面其实就是有 几乎是他所有电影作品的 做的一些手稿或是原稿都放在里面 那除了手稿原稿以外 他还有很多的雕塑 因为他 例如说像圣诞夜惊魂 或者是 呃 科学怪犬 就是 这些东西他其实都是做小小雕塑 然后来拍出来的 所以在在我们的展览里面 其实也可以看到不少的 这种小型的雕塑 我觉得看到雕塑实体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就是就是像那个圣诞夜惊魂里面 那个坏的那个老板吧 他的嘴就有好几个好几个嘴 就是对 因为他就是换不同的表情 就要换换换换换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展场里面看到 然后还有像地狱新娘啊 这些都是我们有小尊的 这种人偶的雕塑 其实都很很很漂亮很精致 嗯 那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 可能也会回想说 诶 过去电影制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拍摄是一个蛮艰辛的过程 对 因为他要用一些立体的方式去 陈述他的表情 跟一些事件的发生的情节 对 就是这种定格动画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跟困难的 所以圣诞夜惊魂他其实在 在电影就是这种定格型的动画片里面 其实有一定的地位 他好像是最早就是做这种长片的 这种定格动画 是彩色的 嗯 对 所以他其实他有很很强的地位跟历史意义在 是 所以后来比较类似的风格就是地狱新娘了 对 我想对大家可以去呼应一下说 诶 他其实这个事件的发展 还有他塑造人物的过程 跟一些呈现出来的形象 那刚刚还有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拍立德 因为我有发现说其实 现在很多艺术家他要展览的时候 他要描述他自己的生平 他可能文字跟一些影像之外 他还会用拍立德 来这个表述他自己日记般的生活 我们这次在拍立德当中 有什么样的画面可以跟我们来欣赏 嗯他在拍立德创作 我觉得这一区其实是蛮特别的 就是他 他 嗯他说他喜欢在电影 拍摄电影中间的空档或是闲暇之余 他会做这样的拍立德 拍立德是他喜欢的的创作的方式 所以他会拿一些电影的小道具啊 然后像一些蜘蛛啊或是像日葵啊 然后去去拍出一些很很 风格很奇怪的 的拍立德照片 而且他用的是非常 洗漱非常非常大张的拍立德 对所以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这个算是他的兴趣 这个创作 对嗯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对于艺术 或者是美术相关 甚至是电影工作者都可以到现场看一看 因为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展览的物件之外 其实这次还有非常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电影事件簿 对其实在每一部作品 我知道过去大家不管是场记啊 这个画面啊都会有一些设计 那其实在每一部作品这次的事件簿 也是在展览的重点之一 对他这个其实蛮特别 就是他每一次电影拍完以后 停播都会亲自做一本书 就是这个电影的事件簿 很像结案报告 对又像结案报告 他会把一些花絮 或者他觉得有趣的照片啊 一些文字啊 稿子就是手稿啊什么 都放进这本书里面 那这本书是每一个 就是拍摄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都有 但是只有他们才有 就是他并不公开 他也没有再发给别人 所以这个是只有那部电影的工作人员才会有 那我们在这次展览里面也可以看到 嗯所以有非常多珍贵的 这个第一手的资料 手稿或者是物品 可以给大家来这个欣赏 跟来进行展览的讨论 所以这次我相信在整个展览当中 我们很难得花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把它带到台湾来 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是受众可以来欣赏 所以有没有一些想法 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观察的这个年龄层 大概分布在哪 那我们未来希望说可以普及到哪一些族群 嗯 以提姆波顿的年龄层大概落在20到40岁 欸其实蛮年轻的也 算蛮年轻的 就是其实学生族群是蛮想要来看的 而且其实他陆陆续续一直都还是有新作品出来 所以大家对于提姆波顿熟悉度其实是高的 那所以年轻人是喜欢这样 特别是他的风格很很特立独行 所以年轻人是喜欢 那再来就是像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小时候 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 对就是从小可能看他的的作品长大 所以对他是有一些情怀在 然后我们也一直就是喜欢他的风格 所以所以大概就是白领啊 就是蓝领阶级的其实也都有 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就是像我们像年轻的爸妈 其实可以带小朋友来看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听不懂会不会有点可怕 对 其实真的不可怕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带小朋友进展览 进美术馆进博物馆 是应该要养成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体验 不管他看得懂看不懂 他可以体验他可以感受 带就是这个艺术家带给你的东西 你可以跟他聊聊 或甚至让他自己在里面跑跑逛逛 都都没关系 但是这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培养 就是一个美学教育从小要开始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做展览 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初衷 就是希望更多的受众 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这次我也很好奇的是 过去有一些展览 其实会限制受众的年龄层 我不知道这一次我们设定的区间 或者是展览的时间 有哪一些限制可以跟大家说明 呃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限制 那我们展览的时间是从早上 呃早上的几点 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六点 哦那那其实蛮久的耶 所以我们没有年龄限制 而且我们六岁以下是免费 哦六岁以下还免费 所以你带小朋友来也不用付他的钱 就可以吹冷气 哎就是觉得啊可以来一下啊 他在里面跑跑啊 跑完以后再去户外 在中文箭堂外面走走 我觉得这些就是 呃就是大家应该要培养的 的生活习惯 那像像我说的就是 我其实我们做展览是希望 把艺术贴近大众 就是大家很多人会觉得 艺术好像很距离很远 很遥远 对离我很远我不懂啊 这些东西啊我不要 就是会有一些排斥感 但是我们做这样子的展览 就是也希望把它带进大众 让大家觉得 艺术其实是没有那么那么距离 是很friendly的 就是是是可以很贴近你 然后你也不要有压力 也不要带着一些排斥感 来来去享受这样子的 的艺术展览 是所以其实 艺术过去十几年当中 我相信做艺术相关的工作 尤其在这两年 可能会感受特别的深刻 因为可能疫情的影响 让很多人就是忽然忽略了 身边很多美好的事物 因为过去可能他是 日常生活很稀松平常的一部分 大家也会觉得 他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因为可能这两年 我觉得大家可能过于计较 这个关于自己身体健康的部分啊 或者是大家会害怕 跟一些外界有接触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感受上面 有一点点落差 对就是 其实就是越来越辛苦 就在做展览这件事 就是做我们这样的实体展览 跟特展 其实是真的 真的蛮辛苦 那观众 观众如果越来越少 其实大家也许没有感觉 但其实现在的艺术展 其实数量少很多了 跟以前例如说十年前比的话 然后以及大展其实也比较少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如果大家不看展 我们这样的公司 也不能一直亏墙下去 对 所以会减少这样子的量 所以大家也许没有 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 但是你会觉得说 现在的展览 好像多半就是 落在一些文创园区 然后是比较属于 可能是拍照达场景类的展览 其实艺术展真的数量越来越少 愿意办艺术展的公司 跟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因为如果大家不来看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培养下去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大家其实就没有办法 在台湾看到这么棒的展 那么棒的艺术品 对 你就真的只能去国外看 对 所以我每次都会说 要是这一档再 就是又不行的话 我就不要办了 我不办艺术展了 所以我也很好奇 你过去是怎么去选题 因为我相信 你刚刚说还是要提升 大家对于美学的意识嘛 所以事实上未来的选题 你会朝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加入 嗯 我们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趋势 大家又要越来越朝当代艺术 嗯 对 这样吸引年轻人的喜欢 吸引他们的注意 就是古典艺术当然也是很棒 所以 偶尔还是会 还是会出现 但它毕竟成本就会很高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艺术展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一直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一直的进步 那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就是 呃 也可以与时俱进 然后多欣赏这样的展览 是 今天非常谢谢Ashley的时间 也欢迎大家哦 在我们这个一直到2023年的3月5号 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 来参与提姆波顿异想世界展 那提醒大家除夕跟初一是修管的 好对还有一个是28国定假日 但其他时间都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走走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刘芝琳 唱新闻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拜拜 谢谢